這段時間其實在金門地區常常會聽到出大霧 那麼一有濃霧的時候就會導致班機停飛了 我們要來看到昨天一大早 有大批旅客直接衝進了金門機場 這互補搭機人數就超過了2500人 所以在昨天除了是民航業者有加開航班之外 軍方也派出了運輸機來投入協助輸運 一大早金門機場大廳塞得滿滿滿 看板上顯示排隊後補的旅客已經超過2500人 好不容易搭上後補班機滯留金門旅客終於能回家 31號週日誤鎖金門航空公司一口氣取消了31個航班 造成超過2600名旅客滯留金門 導致上午機場湧入大批旅客不少人起太早 隨處都能看到或坐或躺正在不眠的旅客 儘管航空公司加開班機 軍方也派出運輸機投入輸運 但受限於機場運量 短時間運輸旅客有限 搭不上班機的旅客等太久 終於按耐不住 我只是看不慣 昨天晚上天氣那麼惡劣 竟然可以搶飛 今天你自己看 人間路這麼好 平基平一台飛機都沒有 這麼多人在這邊等 我意思說 你春節 軍機可以動用 現在為什麼不能動用 為了加速輸運旅客 民航軍機陸續投入輸運 航槓局船班也確認啟動 剛剛我做400號以前的 剛剛是400號嗎 到了晚上機場工作人員 都還在持續叫號 終於在最後一架 飛往台北的航班 補上32人 機上還有空位 確認沒有旅客滯留機場 民眾終於都能順利返家 記得做好報導